第一站是哪裡?就是那個德國監獄對不對 進入地下室就是整個德國監獄的重頭戲了 那個椅子叫做什麼?這個叫老虎燈 你的膝蓋就會呈現一個非常不自然的狀況 大概就像這樣子 像這樣子啊 大家早安 今天是在青島的最後一天 我跟你說我現在在抖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今天沒有說很冷 可是呢天風超級大 所以呢我原本想說要在這一附近飛一個空拍 我剛剛一出門的時候看到那個秋風扫落葉 真的是這樣子 所以呢直接把這個計劃打消 我不想要我的空拍機還沒到東北就已經不見了 那我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昨天說要第一站是哪裡? 就是那個德國監獄對不對?就在我身後 今天有開 那我也在網路上把那個門票買好了 5塊人民幣而已 20塊台幣 那我們就直接進去 然後看一下這個德國監獄 它其實裡面最酷的是有個水牢 我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好那我們就check it out 好冷好冷好冷 看看這個風現在還算是比較小的 在風的後面不是 在樹葉後面就是德國監獄 第一站呢 一定是要先來看一下歷史的 我發現呢 這邊有個非常熟悉的名稱 為什麼德國人會要佔領 青島這一塊寶地呢 這個焦州灣呢 大家一定聽過 在歷史課本上面有講過 焦州灣事件 在1897年 然後在1898年的3月6號 李鴻剛呢 還有戴維簽字 把這一邊 焦州灣還有青島這一塊 割讓給德國 來算租借給德國99年 從此以後 這邊就是德國的殖民地了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前幾天就是前面兩支影片 我們去了非常多青島的地方 你可以發現 有很多德式的建築 很漂亮的建築 都是在那個時候所建成的 這邊的照片 真的非常有感覺 為什麼 因為他們是沒有馬賽克的 譬如說像 我前面的這幾張照片 而且在當時呢 德國為了要加快那個統治的速度 他們是實施 種族隔離政策的 所以那時候他們對中國人的態度 是非常非常差的 想要快點把這一塊 收復在旗下 你看那張照片 其實德國佔領青島的時間 只有1898到1914年 短短17年左右 而這座德國監獄在當時 是專門關押歐洲籍犯人所設置的 所以也稱作歐人監獄 這也是中國大陸目前保存最早 也最完好的殖民地監獄 那看完了內部呢 我們現在要來正式進入到這個 德國監獄裡面了 那其實監獄它有分五個部位 不是五個部位 五個算是看守范然的地方 人意理智信 那我們能看的好像只有三個吧 對我不太確定 那我必須要說 它的建築物還保存的非常好 它是1900到現在 120多年了 很漂亮的一個地方 你來到這邊 真的來到青島 你會覺得 有種來到小歐洲的感覺 其實很多都已經沒有在使用了 像這個水井就是其中之一 保護浴室 這也不能進去 可惜 而且像秋天來 其實它會有種 更瀟澀的感覺 期待看到裡面的洞洞嗎 喔這邊是仁治監房 對我們現在要進去了 我們現在要進去這個 好可愛吧 來想問一下 我們要進去 這邊是重量的 是 這要是 對 我們要進去 你 喔它其實保存的算很好勒 這都是木頭做的我剛以為是缸門沒有 是用木頭做的而且它其實是可以窺探的 你看像這邊有兩個洞 下面就是送飯的 裡面呢就是算是一個非常標準的 一個房間這樣 床然後一個櫃子 它已經一定有經過那個整理了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子 哇 這是當初的一些文獻 因為那天來的時候包場只有我一個人 所以一走上二樓的時候被遠處的銅像嚇到之外 牢房內的人也嚇我不輕啊 為了用零 AK 堂 所以這裡就是很短暗的地方 就是這樣 真的要去吃不上の 對 例如是要去吃不上的 但是在隔天回去 好處吃就要去吃得了 因為它其實採光還不錯 但是晚上的話 如果他要體驗那個監獄住一晚 德國監獄住一晚 應該會來喔 我覺得這個還蠻有賣點的 可以幫他想一下這個idea 應該會蠻多人一起的 好那我們就要下 應該就差不多是這樣子了吧 三層樓 還有耶 繼續參觀 是點獄長的辦公室 這是獄警的辦公室 好像點獄長比較好喔 那其實德國監獄這邊很好拍 因為它有個旋轉樓梯 保存你120多年 在這邊就在我前面 你從上面這邊用廣角拍 超級漂亮 就是這個 身後這個旋轉樓梯 那我們換個鏡位 好那我們剛看的都是他們的起居嘛 不管是辦公室或者是他們住的地方 那監獄一定會有一些算是 逼供行求的偵訊室 在地下室 我們現在要跟我們地下走 進入地下室 就是整個德國監獄的重頭戲了 在1914年日本人第一次侵華時期 這裡就成為日本人關押 青島本地奇異人士的監獄和看守所 尤其是地下室 人治監房和益治監房 都設置了刑具的逼供 也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而人治監房 則成了水牢 那這邊就是他們行劇的那個行訊室 有沒有看到後面那個凳子 那個椅子呢叫做什麼 這個叫老虎凳 那其實我剛剛查一下 要不然我原本不知道老虎凳是什麼東西 老虎凳呢就是你坐在上面 呈現一個90度的 那你的腳的 腳跟那邊會慢慢的堆 堆什麼堆磚頭 那一直上去一直上去 你的膝蓋就會呈現一個非常不自然的狀況 大概就像這樣子 欸我光想我膝蓋就開始痠開始痛欸 欸這個真的很殘忍 而且這老虎凳不是只有這種方式 它有很多不同折磨人的一個 呃不同的模式 所以現在能看到我覺得 真的是有點雞皮疙瘩 對那這個是一個 那另外一邊呢 有一張椅子 這個椅子是電椅 對就是這一張 這張就是我們在看那個 綠色奇蹟那部電影有沒有 的電影 類似的 那這個也是比較 歐斯科的版本 那其實還有很多 還有什麼像鞭子 然後還有烙鐵 就是把鐵燒紅了 然後刺在你身上 相信大家都在那個 電影裡面看過 就是這樣子的 呃有點怪恐怖的 那我們要離開這個 德國監獄了 喔 我覺得這五塊錢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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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值得 因為你可以看到 當時在不管是 德國統治的時期 或是日本人統治的時期 他其實都保存得非常好 尤其是可以看到這些景區 我現在一直在騎雞皮疙瘩 好 好 走出來啦 哇 這邊應該就是當初他們運動的地方了 對你看其實 一二三四層樓 然後再加上後面應該就是 那個獄警的地方 嗯 好 值得 超級值得 這五塊二十塊台幣 兩百塊我都願意付 讚 真的是 你看 離開了沉重的德國監獄博物館 沿著東海西路慢慢走 吹著海風非常舒服 在離開青島之前被我找到這一間小紅包 他小紅包其實是肉 超好吃的 這個其實是他的大蝦包 好 一顆三十六塊台幣超划算 那為什麼現在鏡頭會起霧呢 因為我剛剛外面太冷 然後把它放到我包包裡面 現在畫面就呈現這樣 插一下 好 這個大蝦包就在這邊 這個蝦皮疙瘩 好 那我先讓我快點享用 好 又起霧了 OK 那我又再次背起我的大蝦包 我們現在呢 要離開青島了 那怎麼離開青島呢 一樣 怎麼來怎麼去 就是我一樣要搭車 搭那個機場快線 回到 焦東國際機場 一個半小時左右 然後呢 再搭飛機去省陽 好 我現在手超冰的 很冷很冷 現在喔 大概是負一度 到時候就是另外一個體驗了 好 那這部影片呢 也差不多到這邊結束了 其實青島 我覺得一個禮拜 對我來說差不多比較足夠 當然很可惜 這次只有三天兩夜 我已經把行程排得非常的滿了 那下次呢 再來去那個老山 還有哪裡 什麼武士廣場啊 一堆 這次沒有去到的地方 好 那我們這部影片 就在這邊跟大家說拜拜啦 然後慢慢走去那個青島 火車站 拜拜 不過很可惜啦 真的 今天風太大了 要不然 臨走前還本來還想 飛個空派 好 把相機坐起來了 拜拜